好 这一节的全球现场要一起来关注到国际间的疫情 因为现在这个Omicron在非洲欧洲持续的蔓延 英国通报14号他们单日新增了超过78000例的确诊 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的新高 而且这7万多例当中有4600多例都和Omicron有关 英国的卫生大城就警告说 这个高传染力的Omicron病例 正在英国各地激增 光是在伦敦地区就60%属于Omicron的感染 部分地区的医院住院率也持续的在上升当中 那么英国首席医疗官会提也示警了 在Delta还有Omicron的双种变种病毒株夹击之下 未来几个星期这个疫情恐怕是不容乐观 所以呼吁民众应该要尽量的减少社交活动 来听会提的最新回应 另一方面呢 南非当局昨天也通报说 这个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有26900多例 同样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 在此之前呢 南非的单日新增最高的这个数字呢 是出现在今年的7月初 当时是26400多例 因为呢那个时候是这个因为Delta变种病毒迅速扩散的原因 所以让南非进入了第三波疫情高峰 南非政府呢现在也正在鼓励这个民众要积极接种疫苗来因应现在是有Omicron所引发的第四波疫情 而讲到疫苗呢今天这个美国的防疫专家佛奇是表示说 现有的疫苗加强剂呢就可以来对抗这Omicron的变异株了 所以呢目前为止是没有必要要去开发针对特定变异株的加强剂疫苗 那么他也引用了这个美国传染病研究所的数据来 表示说呢两剂的莫德纳疫苗对于Omicron的综合活动呢是相当低的 但是如果呢在接种第三剂的两周之后再观察就会注意到这个综合抗体显著提升 完全在综合这个Omicron的范围之内 一起来听佛奇今天的最新发言 The Omicron variant undoubtedly compromises the effects of a two-dose mRNA vaccine-induced antibodies and reduces the overall protection However, as I showed on a prior slide considerable protection still maintains against severe disease The early in vitro and clinical studies that I mentioned And indicate that boosters reconstitute the antibody titers And enhance the vaccine protection against Omicron And so finally, our booster vaccine regimens work against Omicron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 need for a variant-specific booster 欧盟职委会的主席范德赖恩 昨天在法国针对了目前的疫情状况发表的演说 他是表示说Omicron的变异株在欧洲地区传播的相当迅速 因此他感到很难过 因为今年的耶旦节又会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了 那么估计在明年1月中旬 Omicron将会成为欧洲主流的病毒 范德赖恩也表示说 现在欧洲主流病毒仍然是Delta 但是Omicron的变异株传播力是更强的 所以也让人很担心 平均两到三天新的感染病例数是增加一倍 所以他指出也要提醒大家注意 另外他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欧盟是有能力来应对目前接种疫苗的一个状况 他说去打疫苗仍然是预防Omicron最有效的一个工具 所以欧盟不仅和一些疫苗的大厂 签署了大量采购协议 现在每个月在欧洲更可以生产三亿剂的疫苗 他也呼吁民众要尽快去接种疫苗 那么另外面对Omicron变异株来势汹汹汹 欧盟现在已经有好多个成员国 从昨天开始是已经向5到11岁的儿童来施打新冠疫苗了 包括了有西班牙有希腊还有匈牙利在内等等 这些欧盟国家是积极展开为儿童接种疫苗的计划 由于目前这些国家的政策是继续保持学校持续开放 所以很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去接种疫苗 也显示出儿童疫苗的需求强劲 而至于在德国法国对于疫苗仍然存有疑虑的国家 则是优先替免疫力比较低的小朋友来接种 而在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也将陆陆续续推出类似的计划 其余欧盟成员国的施打规划目前尚未定案 不过根据统计欧盟大约是有2700万的儿童 符合了接种资格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 请用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